大家好,我是金蘇溫導先生 我今天來介紹一個題目,介紹買房流程的題目 OK,我今天先跳到買房流程二 那一有機會再講 OK,第一個就是我現在介紹在交易成交後 就是我有很多買家跟我買房 然後現在交易完成後,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下來30天要做什麼事情 通常我們都要設定現金買關稻房 30天內要完成購戶 那下來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當然開ESCO ESCO是開過換 然後過換,過換 Title Company,他們就會做PTR PTR就是一個簡單的產權報告 再來PTR沒問題,我就會排定過戶流程 過戶流程就會做幾件事 公正跟匯款,我會排定時間 那整個做完就是 再來是登記過戶完成 完成後就是整個交易完成了 那過戶,換完後也還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我們看下一個 就是第一個步驟就是開ESCO 轉PTR 那開ESCO,ESCO中文是過戶案的意思 那開ESCO那一天算Day1 我們來說算Day1 通常是交易成功的時候 交易成功是賣方千回 賣方千回的那一天 叫第二天叫Day1 賣方千回的第二天叫Day1 OK,那Day1就是Tedle Company 會去做簡單的 簡易的產權報告 PTR就是這三個字所寫 大概他們應該是五天 一個禮拜五天 我們通常有時候會慢一點 都七到十天會多晚 然後再來就是我 中介檢查PTR 那當然如果沒有問題 才會往下進行 那PTR會查... Tedle Company的PTR會查證 第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就是這個賣方 就是你買的物件 是不是屬於這個賣方的 就是他不是亂賣的 就是他不是拿別人來幫人賣的 那警察沒有賣方 還有有沒有警察 主要是警察沒有欠稅 他沒有欠稅 有沒有欠房產稅之類的 還有有沒有被設定 就是他有沒有被別人設定 設定是因為各種奇怪的原因被人設定 設定的時候在法律上他方向交易的時候是沒辦法做交易 他把它解除設定 解除設定通常是要還錢或怎麼樣 所以說PTR是蠻重要的步驟 但通常我們買賣的房產通常PTR都沒什麼問題 很少有問題的 OK在下一個步驟是 收到PTR沒問題 我們可以開始往下排 排定過負流程 過負時程 那過負時程通常是排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過負文件要做完 過負文件可能二到四個文件要做完 那做完呢 通常我會排定要求TEDCOM的排定在第23天 我們剛才講過是交易完成開過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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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通常是台灣買主會在台灣AIT公證 所以通常排定在第27天公證 那也在排定在... 公證完當天也要立刻快遞文件到關檔 過貨文件到關檔 在同一天也可以做匯款的動作 當然可以...這是可以調整的 不是很嚴格的 差一天是沒關係 但通常要趕上過貨完成 要在第30天過貨完成 然後再來就是關檔的過貨公證 收到你的文件、收到你的錢 就可以在第13、第30天做登記 那當然同時還有賣方 賣方也要在要事先公證完文件 OK然後送到關檔 如果是關檔的賣主就在關檔 通常在當天、第30天早上到過貨公證 過貨公證、過貨公證 下午去登記 然後通常在第三天就是下午 那公證的時間是8點到4點 所以通常要在4點前登記 2點到正點去登記 登記完成 那這個過貨公證就算完成 這個房產就屬於買方的 已經轉移到買方名下 OK 那這邊是一個實例嘛 就是過貨公證的實例 通常這邊有通常是回算 第4月28號是過貨公證的第三十天 就是當初約定的買約 約定如果30天完成那第三十天 就是4月28號 當然會因為什麼 只禮拜六、禮拜天或一些時間長做錢 做錢 通常是往前 比較少往後 往後要徵求同意 徵求賣方的同意 那這邊寫 通常3天前 4月8、4月25買方匯款 通常3天就應該會大 然後在4月同一天也在買方 會在IIT過公證過5登記 然後公證完也快遞文件 通常就是同一天 那一大早去公證過貨文件 公證完 順便在IIT附近的 順便移的門快遞 那個儲取文件 然後也同時再 同時去匯款 OK 然後再匯款 然後在之前 在21號的時候就會做好 過貨文件 就是TEDCOM們要做好過貨文件 那同時我也會加上中文注釋 好 再來就是過貨後的時間 如果很順利過貨 過貨到3到5天 這個是差不多的時間 或有時候快點有時候賣點 那我會拿到過貨文件 那強調的是過貨文件只是個英本 正本在關島土地關的局 不是台灣式的精美文件 就是一個英本 那那個文件上就是你公證的文件 公證區的文件就是你公證你簽名 然後賣方 另外賣方也同樣一份公證文件去簽名 兩邊簽名 簽名叫公證 然後這個TEDCOM你再拿你們兩方的文件 合併成一份去過貨 去recording 去登記 然後你拿到過貨文件 實際上就是你簽的文件 所以他賣方先過一連 那另外有時候過貨會有億付退款 就是說通常不是算的有問題 而是說延後的幾天才有過完貨 那會有一些錢不夠或錢多的 就是過貨錢多會有億付退款 當然也有補款 要補款這樣子 OK 我簡單介紹的就是你成交後30天 會做了哪些事 那有什麼問題可以聯絡我問我 下面是我的聯絡訊息 OK 然後我也歡迎提問 特別的題目 我可以做特別的製作video來跟回答你 謝謝大家